哈喽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定神界的房产生活频道 Cd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吴 在这里我们专注分享 就是第三大群是布里斯班的房产和生活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还是 以帮助现在在市场上买房的朋友们为主 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 就是现在市场这么热 哪些需求可以让步 哪些需求不可以让 还是挺实际的 因为大家买房的时候都会去看吧 哎哪些tickle of the box 哪些叉叉叉叉对吧 然后你发现 哎本来你是心心满满拿这笔钱 觉得可以买到自己理想的房子 但是竞争很多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自己必须要在某些方面 去compromise一下 就哪些需要 把哪些需求暂且拿掉 跟大家来讲一讲 当你碰到价格和你想要的东西 产生矛盾的时候 一定要做退让 不要投很铁 投铁的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你要花更多的钱 去补偿这个投铁 我们先来跟他聊哪些东西不能让 好吧 区的话是不能让的 好区的话 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区的话 就不要说因为一个另外一个区便宜 你就想就是说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做退让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个区的话 如果你听完就之前跟我聊过的 那跟我讨论过区的话 跟我听完我对那个区的评价 觉得说OK 他是有优点 但是他那些优点并不足以吸引我 那可能换区是OK的 好吧 但是如果说OK 这就是我的什么真命天驱吗 就不要让好不好 就不要让 尽量假设这区和你的那个 和你的那个铁三角比较吻合的话 就不要去动它了 那什么叫铁三角 就是你的你的家 你的生活生活购物生活购物受教育的 小孩受教育的地方 就是你的家还有你的生活圈 再加上你的工作地点 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三角形越小的话 你的幸福指数会越高一点 好 尽量还是以家生活教育和工作 这三点相结合去选区 好吧 这这只是他的一个基础 嗯 他的外在的基础 就是说这个三角形 当然有有非常大 也有差不多大小 差不多大小的时候 你就要去考虑到说 这个区的发展 他的基建啊 跟我之前讲的基建 文文化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啊 这些东西 通过一些小细节去 去补权你这个三角形啊 你这三角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三角形 就是一个大框架 加上一些小细节啊 把它补完了 嗯 那我自己买的方式 当然也是遵照这个原则 啊 和幸福不幸福没啥关系啊 做一个乐观的人啊 不管今天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未来你一定会想念他的 因为他一去不复返 好啊 嗯 好啊 还有哪些不能让 虚是不能让的 还有一个是 呃 哎 刚才说哪些是不能让的 户型是不能让 户型是不能让 就是一个合理的户型 哪怕他的建筑面积 感觉是比其他房子要小一点 但是只要他的布局或者是够合理 其实你也能住出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我在市面上有看到过有些人他自己哎也不是乱造啊可能就是造房子的时候呢自己没想好或者呢就被可能被别人给误导了啊就造出那房子呢就感觉那房子很大但是不实用啊这种房子很多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几房几位可能这种最好表让但是可以小一点是吧现在住别处的话不要小于四房吧 嗯 不要少于四房 一个呢是哪怕你自己住的惯在未来你卖的时候如果你小于四房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卖 好啊 嗯 然后房子呢也没有必要追求特别多啊就一定要我一定要住个什么六房那那就没有很大必要了嗯我知道这边有一些华人就特别喜欢房子特别多你知道吧房间特别多对感觉房间特别多就肯定就房子会比较值钱一点 其实没有没有必然联系对这个的让不让其实取决于说很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嗯甚至说我在有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区真的很好但是你只能负担他的三房一位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区你去买他四房两位对我觉得就这个可以权衡一下对没有绝对的让或不让吧只是说从大概率上有些地方是尽量不要去让嗯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土地面积的室内面积吧嗯好吧就很多人说觉得说土地面积它是不能让的啊有些人觉得说室内面积是不能让的我觉得前者居多一点很多人跟我特别纠结就是我要地大地大固然是好了但是和你的地大地大的话你的钱投入地上面你有没有足够的钱再去投入房子上面我之前强调就是房子的地一定要相匹配吧嗯 房子特别特别特别贵也不好地特别特别特别大也不好地大当然你所配的那房子也要能够和这地相匹配那肯定最好 小地的话你有一个小房子去和他匹配呢其实也不错也不会说因为地小就卖不出那个价钱啊 好土地和土地和房子到底怎么样该去权衡啊取决于你的使用啊如果你是一个自住型的你是一个自住型的如果你是一个 长线长线持有型的长线持有型自住型的啊土地呢尽量选稍微大一点啊也不要说因为我是自住我一定要去选个600到800的就选一个在那个区平均平均或者平均以上啊平均以上那你特别有钱呢你就随便选啊我我我我讲的就是预算比较吃紧的你该怎么样去分配就选一个平均或者平均以上啊你前提是你是自住或者长期持有啊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型的投资型的啊你可能住个一两年我就卖了或者我自己知道的时候我可能几年之内我就要去换区了我不是一个住个五年十年的那就土地就不用特别纠结啊 因为土地可以选稍微小一点啊房子造的稍微大一点稍微好一点啊就在房子面积上面稍微给预算稍微宽松一点装修呢装的稍微好一点 跟他讲一下为什么 因为土地价值是在长线呢会有一个比较呃好的一个增长啊你等的时间越久土地的增值情况就越好有点像那个银行的复利嘛对复利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越存到后面他就那个单位时间内他涨的越多然后你的那个一次性投入成本是固定的吧你的印花税你的房产交易交易的那个交易的钱交易的那个百分比都是固定的嗯所以说对呃你持有的时间 时间越长的话呢土地带给你的回报就越多嗯呃所以说如果你是个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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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的买家你就尽量把钱稍微多一点的钱分到土地上那你房子也不能太烂啊你房子真的烂到不能住了那你还没等到那时候你自己都想跑了你知道还没住个十年你自己都住不下去了那那那就那就那就没意思了啊 但如果你是个做短线的啊之前有有有客户跟我说哎我们能不能造房子造完就卖啊或者怎么样啊可以啊土地不要纠结特别大为什么因为土地土地的东西啊在短时间内带给你的增值其实并不明显嗯可能你在门口搞两片比较好的绿化 整一些比较漂亮的草坪种两个比较气派的树带给造个用词带给你房子的增值都会比那个土地带给你的增值要多很多呃所以说房子造的很房子造的漂亮一点带给人的视觉冲击 会比土地上面差个50平或者100平要直观的很多直观很多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距离吧距离的话也是分可让可不让有些距离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学那个大学课程你知道有没有一个概念叫预值啊知道啊就是当距离这个东西就是当他超过一定的范围的时候他就呃特别有意义或者说当他超过一定的范围之后 他就突然间就失去了他的价值嗯这个就是你是不是要在呃距离上面做取舍这个距离呢可能是啊你去学校距离你去上班的距离或者是啊你去买菜买东西的距离好吧呃随便举个例子比方说买菜啊有些人跟我说哎呀我一定要步行到超市啊我一定要步行到超市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诉求啊有很多的阿姨阿姨叔叔对吧他年纪大了可能没啥事情就想出门溜个玩啊没地方去你就很难受 对不对那对于这种类型的对于这种类型的买家啊你就要考虑说我能不能走到我能不能走到比方说超市或者买菜的地方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比方说我的房子是200米和300米那就不用纠结了啊或者是200米和500米那就不用纠结了因为你走完500米可能也就五分钟五分钟走的慢一点可能七八分钟差不多吧对不对那你200米可能是 呃两三分钟或者三四分钟所以说你在距离上面200米和500米是没区别的你就不要去纠结了啊但是200米和一公里肯定是有区别的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去纠结了那一公里和两公里又没区别了因为你不可能走一公里去买菜再走一公里回家那可能就 一个小时对吧你手上再提两袋什么很重的几公斤的什么菜啊肉啊你就走不动了对不对那一公里和两公里就没区别了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看这房子 好像他的他的距离是那个房子距离的两倍嗯那一样的一公里也是开车你两公里也是开车无非就是开两分钟车和开三分钟车的距离那你有没有必要去纠结说这个一公里和那个两公里就没必要去纠结最后一点就是风水吧反正 没必要特别纠结吧嗯好吧没必要特别纠结呃为什么呢因为呃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信啊就像你不能改变一个宗教一样你信 佛的信基督代啊那个那个东西就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买就行了嗯好吧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特别信啊你就不要以他为参考标准除非你觉得真的是 呃风水这个东西比钱更重要啊那你就信那你平时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听朋友说哎呀你千万别买这个这个不好啊然后那个不好啊啊风水这个东西淡化吧我不是说不信就是说不要成为你做买买这个地或者买这个房子的一个唯一选择啊因为我在很多市场上看到了很多老外他根本就不信 你去你纠结于说风水但是忽略了我之前说的那些很重要的点最后最后不吃老外的是不吃老不对老外的胃口那其实这大房子也卖不出一个好价钱不是那种特别专业的不是特别性的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就影响了你的买房判断好吧嗯 还有可让可不让的吗到时候再说吧嗯好到时候大家留言有问题我们再补吧好吧如果有的话可以私下交流嗯嗯OK那我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好大家喜欢视频记得帮我们点赞呃转发一下一定要点赞啊最近推荐料上不去推荐料上不去哈哈哈OK有想听的话题记得呃私信我评论区留言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因为我们的频道不仅有布里斯班房市的优质内容还有布里斯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布里斯班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